你也對我失之無謂 心之可惜 KissRadio的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蘭又石 我的專輯終於在3月13號發行了 那我的專輯其實整個主軸在說 蘭又石的秘密 那從第一首到最後一首歌 其實就是我的一個過程 那第五首開始會有一個大轉變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女生呢 從很脆弱慢慢的強壯強壯 到最後呢 你會發現是一個很陽光的女生 那其實在這個專輯裡面的第一組大哥 就是秘密 這首歌呢 其實就是我在聽女朋友的一個姿勢 那他不知不覺就進入了一個三角戀當中 我就用這樣子的一個型態跟角色呢 去詮釋這一首歌 那其實當下呢 我進入這角色的時候 我也非常的感動 所以呢我也掉了眼淚 所以呢 其實其實在創作過程中 我覺得自己需要很融入 在這樣的情感裡面 然後再去做詮釋 那第二主打歌 沉默劇 就是一個沉默跟默劇的聯合體 那其實就是一個 好像你聽 就是看到畫面 但是你聽不到任何的聲音 是一種很 算是一種很激烈的 但是又聽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四個很特別的歌 而且名字也很特別 第三個主打 第三主打呢就是 那天 其實這一首歌 是來自於 悄悄告訴他這部電影 一開始呢 有一段小旋律是 唉呀呀呀呀 在這一首 這段旋律其實在 悄悄告訴他裡面 有一個老爺爺 他在台上唱了 這樣小小一段 但是他完全沒有任何歌詞 台下人卻都哭了 所以呢 音樂的能力真的是非常大 他可以整個傳遞 他裡面的一些情緒 跟感覺 還有態度 那我也希望 我這張專輯 可以帶給大家 非常多的感觸 那希望你們可以多多去 觀察我的小細節啦 比如說 我的歌詞部分呢 還有我在演唱 演唱上面的詮釋 希望你們都會藉由 秘密認識藍幼石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